各位企业大家好 欢迎收看DickDick的象棋场景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下这盘 对残局 这盘棋局 如果一旦把市在街头上的话 估计不少企业都会上当受骗 不是此局陷阱有多深 而是却十分考验各位企业的象棋功底 当一帮企业都会疏忽大意 惨败而告终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探究竟 首先一上手看起面 红方人多是重 有一拘双马 四个兵来为讲 黑方这边仅有一拘四拙而已 表面上看 无非就是平拘照头将的杀棋 或平足拱底足下来两步的绝杀 红方一开局 很多球都会认为 我这边平拘到内线 既可以防守 下一步棋反过来讲 我接帅助攻 静底居一将不就闷杀了吗 看似是一部一石二鸟的妙招 但是呢 其实不然 因为黑方这边另有高招 这里黑方会弃足一将 逼着红方走位 如果红方平率吃足 黑方砍下带将 你只能平老帅 这里呢 虽然双足立得远 但黑方可以借将助攻 静底居来为教 把红方的帅逼上来之后 平中足一将 红方只能上帅 掏地一将 直接形成困壁 那有些切会认为 如果呢 我不平帅吃足行不行呢 我上帅怎么样 黑方这里 照样平足一将 你现在呢 还得上老帅 刚好呢 扛向带将 又是绝杀 所以开局呢 黑方即便 有借将助攻 连杀的机会 那这时候 红方即便呢 到底该怎么走呢 有些企业会认为 我通过呢 欺兵引离黑方的将面再说 但是会发现 根本行不通 你现在拱兵将 黑方呢 也不平价吃兵 而是呢 上老将 你这时候呢 再次平兵将 不管呢 平哪个兵都好 都无济意识 黑方一上将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红方即便呢 完全没有后续的手段 来形成签字 所以呢 一开局呢 红方即便 面对黑方 连杀的机会 弃兵不行 平局到内线围剿 也惨败 这时候红方 威德正解 到底该怎么走呢 红方呢 这里呢 威德手段 是选择平局 站中 跟黑方的局来约队 下一方这时候呢 面对红方 持局大将的绝杀 哥本难过住 所以呢 只能默认 跟红方对局 那对完局 红方一回马彩局之后 你会发现 黑方就仅剩 前线三个小族而已了 感觉呢 这么一看 我即便有双马的存在 守住黑方三个族 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但这么想 你就大错特错 黑方这一边呢 会平足过来 看红方呢 如何应对 下一步骑平足将就是杀旗 如果红方退中马 来守住这个点的话 黑方拱另外一边的族 下一步 平底族 拱底族 照样是闷杀 红方呢 血挡不住 必败 那有些族 那有些族会认为 我这边呢 比较聪明 我直接呢 退编马 不就行了吗 刚好守住黑方拱族 平足坐下的这两个点呀 但黑方呢 照样拱底族下来 好像这么一拱 我这时候呢 只要退马回房就行了 但是呢 现在如果退 四路的马 黑方刚好一平足 编马退 双族闷杀 逼你退马吃足之后 刚好呢 双族硬将 红方必败 那如果呢 有些族会认为 我不把马 退到这个点上 我退到另外一边 不就可以了吗 也不行 因为这里呢 黑方 靠四 三个族 已经被双马 给制服住了 但黑方呢 有一个弃足将的妙手 这步起呢 很多族 都意想不到 那感觉呢 我退马吃足 高枕无忧 但黑方恰好呢 可以平将到内线 把红方的鸡皮马 给双连住 那这一边呢 高马呢 要守住黑方 拱底足 平底足的杀旗 所以双马呢 已经被双连了 你现在呢 想平兵将过来围剿 却发现根本来不及 黑方借将助攻 平足吃马将 红方必败 而你现在呢 如果就算不平兵 也毫意 因为呢 是来不及挡将面的 也无法通过 欺兵的手段 引离黑方的老将 一旦这么走 红方呢 根本赢不了 所以呢 一开局呢 当黑方这一边 平底足过来的时候 红方这一边呢 如果退马回防 通通都是败招 这里呢 吸取了刚才的教训 红方唯一的阵手 只能呢 抓紧机会 引离黑方的将面 防着黑方 平将到内线 借将助攻的机会 这时候红方呢 巧妙弃兵一将 逼黑方走位 如果黑方平将吃兵的话 就相当于 少走了一步棋 红方待会呢 可以随时平兵 守住内线 黑方呢 就没有借将助攻的杀棋 反倒红方呢 双兵连动 围剿 一组反战 黑方反倒要败 所以方这里呢 肯定不乐意 直接上老将就行了 一上将 刚好呢 又可以化解 红方底边伤兵的围剿 但是呢 这时候呢 也有一个矛盾 就是上将之后 你就无法平将到内线 来照将叫杀了 这时候红方呢 再次退马回防 维持不完 那一番无奈 只能呢 继续拱足过来 先不平底诅杀棋 逼着红方呢 退马回防 现在呢 你会发现 红方即便 双马已经挑战到位 黑方呢 又没有借将助攻的杀棋 这时候黑方呢 现在三组 根本没有施展的余地 这里呢 黑方 又会怎么走呢 黑方有一个过河族 来围剿 静观其变 好像呢 拱这个族 是弃族 其实不然 要是红方即便 选择飞向吃族的话 黑方借将助攻 拱底族一将 你只能退马吃族 刚好呢 平族吃马将 红方必败 所以红方即便呢 是不能呢 飞中向的 有些旗友呢 会认为 那我飞中边向 中心了吧 也不行 因为一旦这么走 底线就守不住了 黑方平族 弃族一将 红方算不能动 也得退马吃族 刚好呢 拱底族 照样是绝杀 必败 所以呢 此时当黑方即便 拱族过河之后 红方呢 是不能飞向吃族的 那这里红方呢 又单纯应对 你也不能退进马吃族鸭 黑方平底族 是沙奇 所以红方呢 只能抓紧机会 平高兵来围剿 这时候呢 如果 黑方不查 只以拱族下来 想利用呢 高族来别马腿 坐杀的话 那么根本呢 来不及 红方与平兵 先一番老将不能动 你虽然这个族呢 已经别住了马腿 先一步平族将杀旗 但是呢 却比红方慢一拍 红方平兵将必败 所以下代黑方这里呢 眼看红方 平兵的时候 黑方是来不及 拱高族围剿的 面对红方的平兵闷杀 黑方破为无奈 就只能上老将 那一上将 其面不是很明朗 谢红方呢 兵界率位平兵将 巧妙把老将给引离开来 现在呢 红方即便 就把老将给困住了 这时候呢 黑方呢 将不能动 这时候呢 离开了中路的将面 红方这时候 再次飞向之主 维持不安 一旦这么走 黑方就失去了 借江助攻的威胁 但好在黑方即便呢 有象可以走弦 这时候呢 导致了红方即便呢 也攻不下来 如果黑方没有这个象的话 红方呢 反倒可以取胜 但正因为黑方有象走弦 你会发现 这时候呢 你平兵将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黑方可以平将持兵 所以呢 相当于红方 虽有四个兵 但其实呢 根本没有四掌的余地 那双马呢 要盯住黑方底边的三个足 这里呢 如果随便跳马上来 反倒要输旗 因为一方平足一将 你只能退马吃足 拱足将 红方必败 所以红方即便呢 黑方只要三足不 安兵不动 你双马呢 也无法逃离 这里呢 红方平兵走弦 黑方呢 就飞向走弦 你这里呢 如果平兵靠过来抓象 也无济意识 黑方呢 又可以平老将战中了 又可以借将足弓来发挥 这时候呢 你落了中向 黑方即便呢 又可以飞向来走弦旗 相当于这么走 红方呢 这一边 只能跟黑方 互为亲自 握手言和 那这一盘残局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的企业就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